哈喽大家好,我是赵蒂,欢迎收看大壮壮电影 一说到战争总是绕不开生与死的话题 但是今天讲的是一个一枪未开的战争,锅盖头 威廉高中都还没有上完就去参军了 刚来到部队就被教官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看来新兵的日子不好过呀 随后就被分进了新兵连 刚来第一天,队友就给了他一个惊喜 几个队友把他绑在了床上 随即就在他小腿上躺了一个捞音 威廉吓得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时,队友们已经不见了 随后赶紧看看自己的腿部 小腿还是好好的,就松了一口气 所有人都是统一的发型 看起来像一个锅盖的样子 所以都叫他们锅盖头 今天他的上司告诉他可以参加狙击手选拔 60个人只有3个人可以留下 其他的都会被淘汰掉 这对威廉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压力 随后残酷的训练就开始了 长距离越野是家常便饭 训练期间上司还对他们不停地进行教导 在一次匍匐前进穿越铁丝网时 一个队友被机枪声和弹炮声吓得一动不动 惊慌之下站了起来 一下子被一枪爆头了 这让大家很是吃惊 教官也无奈地摇了摇头 威廉通过初次的射击能力被选为狙击手 随后被派出去到科威特执行任务 威廉和队友们被空降在了沙漠里的一个美军基地 这里他们还要进行适应性训练 他们在这里一待就是4个多月 部队的人数也从5000人增到了30万人 长时间的枯燥生活使得很多士兵都出现了心理问题 威廉也不例外 他们只有通过举办派对来发泄一下 不料大家嗨过了头 意外引燃了弹药库 威廉被直接降级为二等兵 还罚他去打扫厕所 又过了两个多月 终于轮到他们上场了 高层组织了一次特别行动 他们在沙漠里挖战壕 预防敌人偷袭 不过还是遭到了偷袭 损伤严重 威廉和其他几个队友就赶紧出去侦查 他们经过一个村庄室 来得及逃走的人都被叹化 其壮惨不忍睹 威廉看得就受不了了 直接吐得一塌糊涂 随后就接着向前走 看见不远处的游景都燃烧了起来 没一会儿 天空就下起了石油雨 大家无处躲藏就开始挖坑做掩体 大家哪里经历过这样的恶劣天气 对入伍之前的生活又充满了向往 没多久 威廉和一个队友就被叫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一个机场被敌军占领 机场有两名敌军军官 他们的任务就是干掉军官 两人好不容易来到机场 发现了敌军军官 在得到了上司的允许后 就准备举杀敌人 没想到被赶来的其他部队制止了 两人彻底无语了 入伍这么久 还没有真正举杀过对手 两人只好返回营地 快到营地时 两人看见前方一片火光 还以为是基地遭到了袭击 走近一看 原来是队友们在狂欢 战争竟然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 大家激动的举起枪 对着天空一通扫射 似乎在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随后所有人凯旋归来 人们都称他们为英雄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 威廉和队友们脱下了军装后 都成为了普通的大众 做回了真实的自己 故事结束了 影片的前半部分 用一种轻快的语气 描述着锅盖头们的苦闷 荒谬 以及他们接受的训练和惩罚 在后半部分 士兵们终于认识目睹了战争的恐怖 真正体会到死亡意味着什么 活着又意味着什么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是赵蒂 咱们下期再见